欢迎回到柯柯初来讲 我是Tia 我是Adee 最近环保意识抬头 像我们最近看很多科技产品的发表会 苹果啊等等大厂 在发表新机或是新产品的时候 他们都会带到说 他们最近呢 近年来都会对环保这一块 做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不管是碳排放 或他们用量上面的选择 都会有就是对地球很好的 这个感觉在里面 那今天呢 我们要聊了一个 算是概念吗 设计吗 哲学 其实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 会觉得说 哇它感觉包山包海 对 就是我们要聊 蒲门永续设计 今天这个主题呢 就让我们来欢迎 台湾蒲门永续设计学会的 李雅荣理事长 欢迎 欢迎老师 大家好 好老师 我们刚刚其实就开头聊到说 要聊蒲门永续设计 其实开麦之前 我们就针对这个定义 好像就没办法做一个定论 那到底什么是 蒲门永续设计 它到底是从何而来 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 蒲门它其实是一门设计学 那它最初是由那个澳洲的 比尔摩利森跟 David Holmgren 他们所发表出来的 那当时他们其实是 老师跟学生的关系 然后他们是在澳洲 塔斯玛尼亚大学 做有机农业 跟生态设计的研究 那那个时候塔斯玛尼亚大学 有一个温带雨林 他们就是学校或者是住的地方 就在温带雨林的旁边 那当他们在做有机农业的研究的时候 他们就有发现说 其实我在我的后院里面 那么认真的开垦 然后施肥浇水 植物才会长得稍微好一点 那为什么温带雨林望过去 你也没有帮它浇水 你也没有帮它施肥 它就长得这么好 对他们就运作得很顺利 到底是什么原因 于是他们就认真的去 关心里面的那个生态原则 看他们是怎么运作的 那就发现说 其实大自然里面 有他们运作的一些法则 那我们只要顺着这些法则 去进行设计的话 也许就可以让我们的种植 或者是生活环境 变得更顺利一点 所以它已经是一个几十年的一个 算是累积的一个学门了吗 是 它比较像是设计学 可是它必须要遵循三种伦理 我这边插开题 为什么扑门要用扑门这两个字 它其实是音译来的 对 那它的英文名字叫permaculture permaculture 对 就是permanent跟culture 或者是agriculture的一个组合字体 永久文化跟农业 所以听起来 永续设计都是跟农业有关系吗 因为名以食为天嘛 所以当时食物生产 还有有机生产才刚开始萌芽而已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在想说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农业更加永续 不会去破坏到环境 所以才会以一个食物生产为非常重要的研究的题目 那他提到的文化是 主要是贩值哪些范围呢 就是我们人类聚落 生存跟生活的所有的文化 对 所以扑门永续设计 它不是只有韩瓜食物生产的设计而已 它还有韩瓜包括我们的庇护所设计 比如说绿建筑或是永续建筑 或者是我们能源跟水的获得 怎么样可以更加永续 或者是包括最近可能比较流行的自然建筑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些社会连结的如何设计 都可以是扑门永续设计的一部分 我甚至还有看到就是交通的设计 也是跟这个扑门有关系 对 就是怎么样去促进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然后我们可以尽量的使用大众交通 那避免使用太多的化石燃料的交通等等 这个都跟扑门永续设计有关系 它既然叫做扑门永续设计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设计学 就像我们在做环境设计 或是做我们的居家设计一样 都会有一套逻辑 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动线要怎么走 然后我们的环境要怎么规划 可以让阳光跟风比较容易进来等等 那扑门永续设计也是同样的方式 我可能我的一个基地里面有很多 跟永续相关的元素 譬如说是菜园 譬如说我要养鸡 或譬如说是蜂香 那我怎么在一块土地里面 让这一些元素都在适合的地方 它们可以彼此彼此有互相帮助的连结 譬如说我菜园会需要肥料 那鸡份是不是肥料 那我怎么样把这个动线的安排做好 然后让鸡份可以很方便的到菜园里面去做肥料 那菜我们收成之后 是不是会有一些可能丢掉的叶菜类 那它是不是会变成鸡的很好的食物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元素搭配起来 所以其实在扑门里面 为什么它这么难解释 就是它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这个基地配置里面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它流畅的配置起来 然后可以让这个基地可以永续的存续下去 运作下去 然后人也不用费太多的力气去维持 那譬如说我这边已经实践了一些 就是关于设计的一些技术 譬如说一些农耕 或者是刚刚老师说的一些蜂香 或者是养鸡这些技术 那我要怎么去分享给 可能不跟我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可能气候啊 或者一些环境不太一样的一些人呢 就是我要怎么把我的知识 或技术传授给别人呢 上课啊 就比如说因为刚刚有说到 因为它是一个地域性的一个设计的 因地制宜的设计 对一个因地制宜的设计 那我这边是这样子的一套 譬如说这样一套系统 我是怎么样就是把这些肥料 用什么样的比例去调成一个 什么样的就是可能农作物的肥料 那我要怎么把我这个东西 一样的去分享给其他的人呢 好那我先把那个话题再拉回来一点点 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普门永续设计是一个设计学嘛 它是跟整个配置跟关联性相关的设计 那其实我们必须要follow一些伦理跟原则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然后其中非常重要的伦理就是 我们会照顾地球 照顾人类跟分享多余 我们做任何设计的时候都要考量 这三件最重要的伦理 然后呢 在伦理下面我们还有一些原则 我们有去设计的原则 我们会follow这些原则去做 我们基地上的设计 不是一个场域的设计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设计一套 这个系统的时候 这些原则到我们实际上应用的一些技术 它中间会有还有哪些事情呢 OK follow这些原则之后 你可能在你在地会找到一些技术 那这些技术有可能是新的技术 然后也有可能是从自古以来 就传承下来的技术 比如说堆肥好了 以前就有人在做堆肥 它是一个传统的技术 可是现在堆肥也有进展到 比较以科学性的方法来做堆肥的技术 那我们在原则之下 你就可以去挑选适合你这个地方 还有适合你这个气候 还有适合你自己的需求的 其中一项技术来做使用 来做你整体设计的搭配 那我挑选之后 我要怎么样的去 就是慢慢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呢 那你就是要try and arrow 对就是去尝试 然后所以我们 扑门永续设计里面有一项原则 我们有至少有12项原则 其中有一项原则 就是从小而慢的开始进行 因为你从小的设计开始进行的话 你就算失败 你的风险也不会很高 你不会一下子投资很多 然后失败之后 所有的投资都付诸流水 所以我们就从小地方开始做实验 然后找到适合你这个基地的 最好的技术或是方法 那我可以知道其他的原则有哪些吗 可以啊我想一下 第一个是小而慢 然后第二个是尽可能的收集在地的能资源 譬如说我们在做雨水回收 我刚刚就想到接雨水算吗 对算 因为那就是下在你的基地上 下在你家附近的 你家的水资源 就有雨水回收 然后再来就是处理你家的厨余 我们在阳台处理自己家的厨余 像刚刚提到的喂鸡 对对对 这也是收集与储存在地的能资源 然后再来就是 譬如说有一项原则是 一个元素可以发挥数种功能 什么意思 以鸡来说 你想到鸡的功能有什么 我刚刚想到一地鸡毛 可以做鸡毛毯子 好鸡会下蛋 还有鸡的便便 也有可以做肥料 然后它可以当当中 也可以 对 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鸡能生蛋这个功能 或者是提供你肉的功能而已 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功能 就是像你说的嘛 你可以取它的羽毛 它可以叫你起床 虽然可能会很早 然后在我们社区里面 我们的鸡还有安抚儿童的功能 因为我们社区的小孩 都特别喜欢去报鸡 对 非常棒 对 特别喜欢去报鸡 所以它有安抚小孩的功能 生病教育的功能 他们可以报哦 为什么不能报 那鸡是就是躺在那边给它报吗 鸡也是觉得说已经习惯了吗 所以这就是一种环境教育 你要学着怎么去跟鸡相处 你要怎么样去接近它 怎么样抱它 它才会愿意让你抱 所以这是鸡的数项功能 一个主要的功能应该有多一个元素来支持 譬如说我们家喝水好了 家里的水源主要是从何而来呢 自来水吗 只有自来水吗 山泉水 我们家会去山上装水 然后再下来自己煮 对 那就是你们家的供水 有很多种来源嘛 就是自来水跟山泉水 然后像我们家有收雨水 对 所以那等于说 那你自来水断掉的时候 你还有其他的水的来源 可以支持你的生活 对 这也是其中一项原则 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设计原则 我们都会考量在我们的设计里面 那有所谓的回收吗 回收比较是在 为什么不浪费啊 这种的 就是在储存与收集在地能源的部分 啊 感觉都是以非常永续的观念在进行 对 那这些是比较属于概念性的啦 可是浦门 本来就是一种整合性的设计学 它就是从概念性去出发 那我想问一下 像这样的一套设计 我们会有一个 类似评估的标准吗 例如说 假设我们某一个功能好了 可能会跟其他的 如果有些冲突 譬如说我们如果 做这个肥料 可是可能会产生一些 额外的一些气味啦 或者是会造成一些 其他人的一些困扰 那这样子 我们要去怎么做评估 然后去做什么做调整呢 浦门永续设计 它有一些设计方法 它也提供一些设计方法 比如说 它会做一个叫扇形分析 扇形分析 对扇形分析 比如说我们 一个基地为主 以这间录音室来说好了 你会知道 我们先去观察说 太阳是从哪个地方升起 太阳东边 对 我们这间录音室 窗户是面对哪个方向 西晒 西晒 对 然后再来我们会去分析 风的来向 是 然后比如说水在哪个地方 然后它有什么 比较负面的能量进来 比如说你刚刚说西晒 还有外面有车水马龙的噪音 对 然后还有也许隔壁刚好 施工吗 对施工 叮叮叮叮 对对对 还有粉尘会进来嘛 对 对之类的 对 像这些都是一种能量 对 那我们扇形分析 就是会把这个影响因素 从哪个方向进来 把它视觉化 把它画出来 我们会做一个分析 然后最后呢 再来决定这个空间 适合做什么 比如说外面可能会吸塞 那也许我们开会 它可能就变成一个会议空间 但是我们开会 下午开会的时候不在这里 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 可是早上还在那边开会之类的 那外面车水马龙 也许它就真的没有很适合做录音室 也许录音室需要在比较内部的地方 对 那我们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 如果你要去买房子的话 你应该先学一下浦门永续设计 我就可以很好的去分析这件事 那它不能解决它吗 比如说我加装气密窗 遮光的窗帘 我们会尽可能的用比较 简单的方式 低耗能的方法去解决这件事情 低耗能 就是你如果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规划好了 这个空间就是一个比较日照良好 然后通风好的地区的一个空间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刻意加装 不用再另外花费能源或金钱 去加装气密床 或者是去装冷气 对 所以只要先做好空间的安排 这个其实不是浦门的不是只有在浦门里面 就有一个叫被动式太阳能设计 被动式太阳能设计 就是观察太阳的方向还有太阳的走向 然后看风怎么吹 然后看通风是怎么走的 然后来决定你室内的空间要如何安排 哇这好厉害喔 对这其实在建筑里面是 就是是有一门学科的 感觉跟健康也会有关系 我刚想到脑海里面都是些什么 什么坐北朝南的房子啊 然后说对门川啊 老祖宗的风水智慧 没错 就有一些风水设计的概念 但是所以这就是浦门永续设计 可能在都市里面实践的方式吗 对 哦 但是我们在坊样里面有聊到一个是 都市农耕 就是也跟浦门永续设计是有关的吗 是因为浦门主要都是 从能量的观点去看一个地方的设计 那以都市来讲 如果我们的农业都离都市很远的话 那你就会花费很多运输的能源 对 很运输的能量 对 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农业 有一部分是在都市的外围 甚至是都市里面好的 那个食物里程就会变得比较低 然后运输所需要花费的能量也比较低 我们家有时候都会去阳台拔菜 晚上想吃什么直接去阳台摘 对 什么九春塔辣椒之类的 对 那就是一个从农场到餐桌最短的概念 哦 但是这样子的话 那感觉我要懂好多才有办法做蒲门相关的概念 一个人有办法做到吗 还是我一定要请一个团队帮忙 就是如果自己想要尝试看看 我觉得蒲门这种东西很适合 你从你觉得舒适的地方开始 还有有兴趣的地方开始 像其实我发现台湾的都市人很喜欢种东西 你可以先从桌上的小盆栽开始 就是先学会照顾一盆让你心旷生意的植物这样 对 然后慢慢的 像我以前也是从桌上的一盆小绿盆栽开始 然后开始有一个小阳台 就开始在阳台上种一些辣椒啊 葱啊 九层塔之类的 然后再慢慢的扩大 那自己觉得越种越有兴趣之后 我就搬到可能山边空间比较大的地方 用一块地来种 也对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也可以引进一些其他的动物啊 像安蠢或是蜜蜂 因为对老师有养安蠢跟蜜蜂在家里 怎么能够在家里养安蠢 因为我就是种植了一些若干年之后 我就觉得说 其实生态系里面不是只有植物嘛 然后我既然已经产生生产土了 因为我在做出一堆肥 我生产土 然后有生产植物类的食物或是杏香料 那有一天我就觉得说 那我应该来试试看生产一些动物性的 自己可以使用的食物 那本来是想要养鸡 可是养台实在是太小 所以后来我跟我先生讨论之后 我们发现安蠢搞不好很适合 因为安蠢它体积小 它所需要的空间也比较小 然后它会产蛋 它跟鸡一样几乎每天生蛋 是喔 对 烤鸟蛋就是安蠢蛋 对对对 没错烤鸟蛋就是安蠢蛋 所以我们家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 不太需要从外面去买蛋回来 你说阳台都有安蠢蛋吧 对每天 而且我会捡到就是最高的时期 可以一天收到十几颗的蛋 十几颗 吃都吃不完这样 是这样我们在阳台自由飞吗 嗯 不行 不行 我小时候有养过安蠢 真的吗 小学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学校里面还会办一些园游会 然后玩那个弹蛋煮五十块 就得到一个盒子 一个木盒里面有一只黄色的小鸡 然后那个商人就跟我说 他不会长大喔 这种话都不能听 跟大人说你以后长大就知道 都是假的 然后那鸡回去之后就变得 一直褪色褪色褪色 然后就变得安蠢 那时候我赢了两只 有一次到喂饲料的时候 就那个上面的那个保温箱打开 不然缝开太大 他就 然后从五楼上飞下去 对我的安蠢就只剩一只 再也就没有回来 对会生蛋那只就不见了 对所以老师的怎么养的 怎么样他才不会飞走呢 嗯 这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过 就是做仆门的话 你要先做一些环境的观察跟分析 然后对于动物的话 你就是要针对这个这只动物去 呃理解一下他的习性 嗯 对跟他的喜好 像我就是不理解原来他会跳起来飞这么高 对他其实会跳的蛮高的 真的 然后我们刚刚也有提到try and error 对对对 就是你要慢慢的去实验说呃 这种动物 空间多大 是不是很 对对对对 诸如此类的 那我们确实也跳走了蛮多次 对吧 对吧 他真的会费一个 因为我们家住11楼嘛 所以就是 这是追不回来 那个时候是有邻居捡到啦 哎呦 他们就在社区群组里面发说 谁家的安蠢逃出来了这样子 赶快来回收这样子 对那我们其实也是有经历过一些失败的经验 那就是因为一开始不知道他会跳那么高嘛 我跟大家讲一下不要紧张 如果安蠢往上跳的话 他会滑翔排斥 就是他会非常优雅的落地 那你就只能看着他落地然后跑走 对 因为打电梯来不及 除非有邻居在下面帮你 对没错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上面要帮他还是盖一个网罩 是内德家 然后我们也有安蠢不小心 因为我们家有生态池 然后掉到生态池里面去验尸 对不对 所以我我儿子之前还 有开玩笑说他要画一本小书叫做 安蠢的一百种死法 生态池放在哪里啊 也是阳台上啊 那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豆鱼 盖斑豆鱼 然后有一些水草 它这个就是写个小池塘这样子 是我们用前五组的旧浴缸做的 浴缸 对 豆鱼的空间这么大 我们的阳台稍微大一点 哦 对对对 那里面只有豆鱼吗 只要养豆鱼就够了 它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豆鱼的分辨可以变成养分 然后给水草这样子 哦 主持人有抓到普分永续设计的概念 对吧 所以是这样子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 基本上它是一个系统 它就是我们收了雨水回收之后 雨水回收的桶子是有限的嘛 所以它如果雨继续下的话就会溢流 然后就会溢流到我们就弄一个生态池 接溢流的水 然后里面养一些水草跟一些鱼 那鱼会变变嘛 然后那我们就可以使用里面的水来浇灌我的那些 植物盆栽 对对对 那已经长得很好吃 还不错啦 刚刚老师一直提到 就是收集雨水的装置 我很好奇 就是像在都市里面 在家里要怎么样来收集雨水呢 其实只要有屋檐 就都能收集雨水 如果大家那个下雨天的时候 走在城市里面 有没有就是常常屋檐上的水 被雨噴到 对被冰到 那最近大家比较会在屋檐上 架设一个鸡鱼管 然后就排到旁边的排水工 对对对 那如果你要收它 很简单 你只要把那个水管截掉 下面加个桶子 就可以收雨水啦 嗯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嗯 那如果 那我讲一个比较难的好了 因为有些地方大家都会说 比如说空气污染 或什么什么污染 感觉出来都比较严重 那这个地方会影响到铺没有去设计吗 那还是回归到我们最初设计的观察 嗯 当我们要收集雨水的时候 我们会先去分析说 你这个区域的附近 有没有比较特殊的污染源 嗯 对比如说可能空气污染很严重 或是附近有重工业区 嗯 去烧东西 对那我们可能就不建议收 对所以你还是要先进行过 你设计前的分析 对还有区域性的观察 那如果是 我讲一个比较大的好了 就是如果是在都市发展 跟经济发展这方面 因为要开发 感觉就会破坏 可是浦门是一种永续 老师有没有一些案例 可以跟我们聊聊 就是它有比较结合的 像是那种 我记得有一些交通道路在建设的时候 会给小动物有一个穿越那个洞穴算吗 就是上面有车在走 然后开一个孔 让动物可以从下面跑 这个算是一种啊 这个也算是啊 就是当我们在做 任何的都市设计规划的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先去调查 或者是去研究 这整个区域的环境状况 甚至是社会人文状况 有哪些区域需要被保留 有哪些生态敏感区需要被保护 那这里的居民 对于这个都市有什么样的需求 然后我们再依照这些资料去进行设计的话 我们就可以 只要能够设计出一个比较符合保护生态 然后维持地方纹理 然后这里的居民也会过得不错的一个 都市设计的状况 老师工作会辅导对于蒲门设计 有兴趣的人吗 或者是说老师有自己经手过什么案例 或者你看过什么案例吗 就除了老师自己的养风 或者是养安存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人做的一些人 觉得说这个也很不错 我会建议就是先认识一下蒲门 那你当然有一些方式可以了解一下蒲门 其实现在蒲门的中文书也不少 先可以先多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案例 或者一些概念 然后来看一下哪些自己可以做到的 然后有一些不会花太多成本 然后小 然后刚刚老师说小而慢的一些方面来开始 这样子 对 那我们之前聊过的都市养记 就是智炫那一集 应该也就是蒲门设计的概念之一吧 对 而且它其实一开始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阳台 然后慢慢的偏向变到一个社区 或者是在校园里面 对那也是一个小而慢的案例 就是从自家阳台开始 然后慢慢推广 那另外还想问一下老师自己 因为我已经聊过都市养鸡嘛 那请问都市养蜂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 因为你看鸡的话我刚刚有提到的 它鸡毛或它鸡叫 或是什么鸡蛋鸡肥都可以做不同的功能 那养蜂呢 它的环境互动会怎么产生 其实蜜蜂对于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我们的食物生产 我们有许多的果树跟我们的很多的植物 都会需要蜂去授粉 所以我有很多蒲门的伙伴他们养蜂其实不见得只是为了要收取蜂蜜 收取蜂产品 很多其实他们是为了就是促进他们附近的生态的丰富度 然后健康程度 对那我们自己我自己在家里养蜂的话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希望我们周遭的植物生态可以更健康一点 然后第二个我们当然如果当蜂它们采蜜的时候有多余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我会想要教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怎么样 比较和谐的跟动物相处 对因为不然一般的小孩都很怕风 我认为这是真的因为老师你是在阳台养蜂嘛 对但你刚好说我在社区捡到我的安全 也就是社区其实有非常多的小朋友 对那你要怎么跟他们沟通说这个风让那社区的花园变得很漂亮啊 它其实是有功能啦 这个沟通要怎么进行呢 嗯我基本上不会太急着进行沟通这件事情 嗯我会先让他们观察蜜蜂 嗯对我就会跟他们讲说 你只要乖乖的保持平静 然后风过来的时候你不要用手去挥它 对我们只要人安安静静的 然后蜜蜂很生气哦蜜蜂他也会安安静静的 做他自己的事情嗯 所以我就引导小孩就是呃 不要拿石头丢它 对用手挥它 对然后就安安静静的接近蜜蜂 然后先观察他们 那他们其实对于蜜蜂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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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然后在那花上面采蜜会非常的好奇 哦很好奇 对他们会其实会很聚精会神的盯着看 嗯然后看久了之后 他没有被蜜蜂盯到 他就开始会比较有勇气去接近他们 嗯 嗯对然后这时候有机会 在这个他们说明 介绍一下欸蜜蜂可能在这个花园里面 做些什么事情啊 对然后对我们的事 他比如说他可以帮忙生产 你喜欢吃的桃子啊之类的 这样他们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啊 跟他说飞来飞去去做工 有点像 那真的会对植物比较好吗 比如说啊开始养蜂之后就觉得 我们社区或附近的花园植物感觉都开的比较多花 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有感啊 嗯嗯这个部分可能会需要比较严谨的科学调查 嗯嗯才会知道这样子 对但是我们确实是知道养蜂的益处的 那开始养蜂的评估的时候 然后我们需要评估哪些事情吗 嗯首先呢我会先去了解蜜蜂的习性 嗯 他们可能喜欢背靠着有防风的地方 不喜欢大风一直吹 嗯 然后他们第二个他们可能比较喜欢向阳 对所以你的给他的槽口不能向着阴暗的地方 要向着太阳的地方 那他们飞进飞出的时候 槽口需要比较开阔一点的空间 然后再来就是要考虑他们跟人的互动 他们飞进飞出的洞线 我们没有人经过 对我们尽量不要有人经过 然后呢最后我们会尽量选择一个 呃充满他们食物的起底 嗯 像譬如说我会尽量在他们就是社区附近多种一点 呃他们喜欢的花可以采蜜的花之类的 老师这样讲我就懂了 原来蜜蜂的习性是喜欢太阳晒的到的地方 然后背向那个 难怪他们很常在冷气机里面出草 回家冷气机以前就有有蜂巢 然后过了一个夏天想说为什么会变这样 哦对就是要朝向阳 我了解他的食性真的好重要 对最后才选择一个适合他们的地点放置蜂巢 嗯 嗯 那老师养蜂的经验是多久啊 两年 三年了吧 差不多三年了 那你觉得你那个得到了分享的蜂蜜有越来越多吗 有耶 真的吗 其实我养的第一乡蜂最后就是整个灭群 啊 灭群怎么会灭群 就是 是养蜂的新手嘛 一样嘛就是try and narrow 对对对 对你总是会经历过这种 我觉得这种跟土地相关的事物总是要亲身经历 嗯 你才会有学习 他们是会全部都飞走吗还是怎么样 对 全部都飞走或者是不适应就死掉这样 嗯 对 叛搬家了啊 嗯 那后来有做了哪些事情吗 那error的地方在哪里 error的地方就是第一次我放了蜂箱的地方是 不是在我家阳台是在菜园里面 嗯 然后我就比较难每天去观察它跟照顾它 嗯 对像下游我就不太想出门这样 嗯 所以可能就是在照顾它或者是学习 学习呃关于他们知识方面那个机会就变得很少 嗯 所以呃第二次养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搬到家里 卧室外面的阳台 卧室 那就问一下家人的想法是吗 有有有有 这个一定是要的 就是前期的分析就要这种事情这样 然后他们接受 然后就放到我们家阳台 那这样我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一下照顾 看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有没有正常的起降 那第一只蜂是怎么进去的 第一只蜂你说养蜂 第一箱蜂怎么来了 空的蜂巢的蜂怎么来了 两种方法 嗯 第一个就是你就是诱蜂 你把环境准备好 然后在蜂巷里面放他们喜欢的 比如说蜂蜡或是他们喜欢的蜂蜜 嗯 然后在他们繁殖的季节分蜂的时候 引诱他们到你的箱子里面去煮草 欢迎光临 对可是这个非常的困难 这个我试了好几年都没有成功 哦真的哦 所以最后就放弃 就直接去跟蜂蜂买一箱 哦 你第二次之后出来Aero之后 你卧室的那个空间有比较好吗 你说那箱蜂有没有长得比较好 对啊 卧室旁边的阳台 嗯 它长得非常的好 所以第一个春天我就收了好几罐的蜂蜜 好几罐哦 对对对 就是太多自己吃不完要分给人家这样 哇 采蜂蜂有什么时机啊 采蜂蜜有什么时机 采蜂蜜的 你怎么知道它开始有蜂蜜了 嗯 因为它会在它的每一个蜂草里面都储满的蜜 嗯 当它觉得我这个蜜满了 然后我酿好了 它会把它封起来 我们称为蜂钙蜜 嗯 那蜂钙蜜很多的时候表示它开始储存很多的蜂蜜 那呃我们就可以开始收一些些 对在不影响它们呃食物的状况下 采大家采太多它们也会搬家哦各位 对采太多它们会肚子饿 怎么样叫采太多 还是要观察 哦也是都从经验来的 对都是从经验来的 蜂蜂可能会比较比我有经验 有直觉 那我自己养我是就是要自己观察 那采的时候要怎么样不惹怒它们 一样保持心情平静 那你说我很冷静的去把它这样拿出来 对那这个是养蜂的细节 那当然有一些技术让它们 动作啊什么都很 对还有设备啊什么的 让它们可以不要那么生气 好有趣哦 好反正谢谢那个老师来这边分享 都是养蜂跟很多其他的 蜂蜂相关的概念 那最后一题我想额外问一下 因为台湾蜂有序设计学会 每年都会举办所谓的分享会 对那有没有一些国外的案例 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国外的案例啊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范例 是在澳洲的一个农场 是 因为老实说蒲门永续设计 目前在台湾不是说 我们真正走设计的主流嘛 然后很多人都问我们说 那所以如果做蒲门的话 我要靠什么维生这样子 那我们在澳洲的那个农场呢 它就是以多样化的生产来营生 它本身是一个果园 可是它卖的不是水果 它卖的是各种果树的幼苗 那因为那位老板他对于果树的认知 知识非常的渊博 所以他不是只有卖苹果苗 桃子苗或者是梅子苗 梅树苗而已 他是先问你 你们家的环境状况怎么样 气候冷不能 土壤的状况怎么样 善行分析 没有到善行分析 就是稍微理解他们的环境 然后他就会推荐你说 那你家适合种这种苹果 或是种这种桃子 对它是这样子卖果树苗的 那因为果树苗的生产 会需要种果树嘛 所以它在收成期间也会卖很多水果 然后有水果的时候水果过剩 它可能会做成加工品 它也可能会卖果酱 那它的水果的经营水果园里面 一样会养蜂 因为需要蜜蜂来授粉 所以它又可以卖蜂 哦 那它也有设计动物系统 比如说像我刚刚说鸡嘛 它有很多种鸡 然后有鸭 有鹅 有山羊 还有草泥马 然后每一种动物 都有它可以在果园里面工作的功能 哦 对像羊就会吃草嘛 就可以帮忙吃草 嗯 对 然后鸡会捉虫嘛 嗯 所以它可能可以帮忙吃掉落果里面的一些 有害的昆虫 嗯 对 所以它每一种动物都有它的功能 它就把它整合性的设计在这个果园里面 草泥马呢 可爱 草泥马 疗愈的时候用的 可能那个粪便 工作的时候好累啊 看一下 也不错啊 也不错 所以它也会有很多动物性的产品 比如说蛋啊 肌肉啊 嗯 然后养奶啊 非常全方位耶 它其实它做的生意不是只有一种 嗯 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呃 一个功能可以有多种元素提供 所以它的生计来源非常的多样 多元 对 它是让我非常钦佩的一个浦门设计师 嗯 而且这样子也比较不会因为一些天气因素啊 造成某一种农作物欠收 然后其他它就没有收入来源 那承受力比较大了 对 因为它的来源很多 嗯 所以我们称为有韧性的设计 哦 有韧性的设计 对 就是你不会因为缺乏某一个收入 然后就是无法无法继续维生这样子 好 非常感谢这个理事长这边跟我分享这么多 不过节目的最后 Tia是不是还有些资讯要带给大家 我们今天提到很多永续跟文化的议题 让我想到啊 科教馆在2023年的台湾科学节 也有许多相关议题的活动 像是科学家年华新增了原住民的主题 以及啊 配合四楼生物多样性的强设展 有许多特别的活动 欢迎大家关注科教购好玩的脸书粉丝团 以及提醒大家 每年11月都有精彩的科学节活动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出门体验玩科学哦 最后再次感谢今天的来宾 台湾仆们永续设计学会的林雅荣 李师长 还有谢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在任何Podcast平台订阅科科出来讲 给我们五星评分 谢谢 并且分享给你所有对相关主题 有兴趣的朋友 继续锁定科科出来讲 我们会持续提供有趣又实用的科学支持哦 我们下次再见了 大家拜拜 拜拜 老师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